一部水浒传 传神演绎大宋徽宗年间 蔡经高求等上位者贪腐横行 社会动荡 百姓苦不堪言 路连好汉高举一骑 替天行道 笑距水泼梁山 杨志 柴晋 林冲 武松 宋江等人 从一届良民善利到被迫走上梁山 经历了怎样的挣扎和磨难 他们崇尚江湖义气 劫富济贫 杀人虐祸 快意恩仇的背后折射出大宋徽宗年间 怎样的政治 法治和文化环境 河北大学寒田路带您法眼读水浒 敬请关注 作为《水浒传》中作次排名第一的好汉 宋江是最丰满 最立体 也是最复杂的一个人物 他原本是为官府当差的运程县压司 之后却落草为寇 成为与官府叫板的梁山头领 究竟是什么原因 促使宋江的人生发生如此巨大的转变 作为大宋能力 宋江刀比精通 力道纯熟 但他出色的专业技能并没有完全用来为朝廷服务 而是在为朝廷当差的同时暗渡陈仓 肆意破坏朝廷法度 宋江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的所作所为 又折射出当时政治制度的哪些弊端呢 系列节目《法说水浒》 河北大学韩田路教授为您讲述 从小丽到梁山之主上级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我们今天要说的人物是水浒当中的第一条好汉 即使与宋江宋功名 作为梁山博的领袖 宋江的人生是特别丰富的 宋江初次出现在水浒当中 是因为朝盖等人制取生辰纲的事发 宋江就担着邪海一般的关系 为朝盖通风报送 救了朝盖等七人的性命 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 宋江才断送了他的压死生涯 因为宋江的通风报信 朝盖等人得以逃出了官兵的追捕 这几个人就到了梁山 到梁山之后就火并了亡伦 在梁山站稳脚跟之后 朝盖就感念宋江的义气 于是就派遣刘唐给宋江送起一封书信 以及随信所付的一百两黄金 宋江就收下了书信 还有其中的十两黄金 剩下的九十两就让刘唐带回梁山 这个事情出就出在这封书信上 当天晚上宋江带着书信和金子回家 路上被闫婆拦住 一定要拉宋江到女儿闫婆夕的房间邪窝 这个闫婆夕是宋江的外宅 最近他红杏出墙了 和宋江的一个同事张文元两个人相好 给宋江戴了个绿帽子 宋江到闫婆夕这个地方 结果就被闫婆夕发现了 私通梁山的书信 于是这个女人就借机 威逼宋江 提出了三点要求 第一 你把我让给张文元 以后再也不得纠缠 第二 我住的房子 浑身穿戴的绫罗绸缎 确实是得宋江给我的 但也要一并交给自己 再也不许讨要 第三 书信上提到了一百两黄金 这一百两黄金 你要立刻交给我 你要满足我这三点要求 书信 我就还给你 否则 我就把你送进监狱 让你去吃牢饭 前两条宋江都答应下来了 对于第三条 他说这个金子呀 我没有权收 我收下了十两 手头我没那么多现钱 你呀 就宽限我几天 我变卖变卖家产以后 我再给你 这个严波熙 他是坚决不同意 一定要逼着宋江 立刻 你就得把这一百两金子交给我 否则就要闹到官府 宋江啊 他就很生气 一怒之下 就把严波熙杀死 而后就流亡江湖 在流亡江湖的过程当中 宋江就逐渐发现了 自己在江湖上的魅力和声望 很多事 要是换一个人碰上 那肯定好几回都死了 但自己就不一样了 他只要曝出自己的性命 宋江二字 那一定就能够转危为安 遇难成乡 比如说在清风山上 他被几个小喽喽抓住 捆在剥皮厅的将军柱上 马上就要弯出心来 要做成一道菜 就这个三分醒酒酸辣汤 就在他 马上就要被弯心的 那个一瞬间 宋江嘟囔了一句话 说不想我宋江死于此地 但这个话一说出口 结果马上就局势大变 坐在虎皮脚椅上的 挤毛虎烟顺和挨脚虎王鹰 一听见居然是宋江来了 立马就从椅子上跳下来 一脚踹翻了准备弯心的小喽喽 把宋江拉到上座入座 并且说了一大堆 大水冲了龙王庙 一家不认一家人 小人有眼不是太深 只要把自己的眼睛弯掉等等 一大堆盗窃的话 再比如 像武松了 李逵了 那都是让人看一眼就浑身发抖的人 但只要自己报出姓名 他们就会立刻败倒在自己面前 甘当小弟 他已经发现自己的魅力了 不过这个时候 他还没有下定决心 落草未空 原有两个 第一 自己虽然是有命案在身 但不是十恶不赦的罪 只要熬到朝廷大赦天下 自己就可以重新回到运城县 继续做他的小利了 第二 一旦上梁山 那按照大宋的法律规定 是所谓亡命山则 不从追患者以谋判论 这个谋判 它是十恶不赦的大罪 是要被处于绞刑 或者斩刑的 宋江一怒之下杀了严婆西 为了躲避官府缉拿 他不得已开始流浪江湖 他先是去柴晋庄园 住了一年半载 之后又投奔了孔家庄和清风寨 虽然此时宋江发现 自己有很高的江湖威望 但他却从来没有想到过要闯荡江湖 或者与那些江湖好汉一起去梁山 那么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 促使宋江最终来到梁山 落草为寇 如果说宋江从运城小利 变成流亡逃犯 是他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的话 那么又是谁促使宋江的人生出现终极转变 系列节目《法说水浒》 河北大学韩田路教授继续为您讲述 从小利到梁山之主上级 使宋江下定决心到梁山落草为寇的 是一个偶然性的事情 宋江后来接到父亲的书信回家 结果被县里新进的两个都头捉拿归案 发配江州 要光是发配江州 在宋江看起来不是什么坏事 一来心里石头落了地 省得整天提心吊胆了 再者判的也不太重 江州这个地方是鱼米之乡 凭着身边的钱 以及满江湖的朋友 天下谁人不识君呢 也吃不了什么大苦头 有一天 宋江来到徐阳江边的一个酒楼里喝酒 醉酒之后啊 在墙壁上就写下了一首词 还有一首诗 词是这样写的 自幼曾宫经时 长成亦有全盟 恰如蒙湖卧荒丘 潜伏爪涯忍受 不幸 四文双甲 拿堪 配在江州 他年若得 抱冤仇 血染 寻扬江口 这首词的大义就是说 我从小也曾读书啊 长大后也很有智谋啊 但这一身本领 没处施展 就像 困居在荒山之中的蒙湖 空有尖牙利着 却只能够潜伏顿计 这还不算 如今 竟然因为犯了罪 被刺派在江州 这人让人情何以堪呢 我将来有机会 我一定会报仇 我要把害我的那个人杀了 让他们的血 染红我眼前的江水 如果说只是要写 这样一首词 问题其实还不太大 严重的 甚至说要命的是什么 是后面那首诗 心在山东 身在乌 飘鹏江海 慢绝须 踏实 若遂凌云至 敢笑皇朝 我丈夫 我人 我是被赐配在江州了 我的心 留在山东 我四海飘零 就像被风吹起的棚草 真的是可悲可叹 我将来如果有那么一天 实现了自己的凌云壮志 在我面前 皇朝他又算得了什么 那么这个诗 他可真的就是 不折不扣的反诗了 皇朝是谁 是那个带兵攻入长安 搞得天街踏进 公顷骨 假地中门 无一般的 那个造反的人了 你宋江居然说 敢笑皇朝不丈夫 那你的野心 得有多大 所以 这首留在墙壁上的诗 会给宋江带来 很大的麻烦 那就一点都不奇怪 这个江州城呢 有一个叫黄文炳的同伴 看到这首诗 立刻就向蔡经的九儿子 时任江州知府的蔡德彰 就进行举报了 而且他举报之后 还劝这个蔡知府 一定要把宋江正发 因为按照当时的法律 就是宋刑统 这个盗贼律 谋反叛逆 这一门的规定 他是若有人祸因斗争 祸因酒醉 则高声畅反者 绝仗屯七十 宋江的这个行为 他是正合此条的 宋江确确实实 他是有私放朝盖的 这个行为的 但是这个事 黄炳他是不知道的 他把宋江 因为酒后的反尸 举报给了蔡九知府 并且反复怂恿 将宋江杀死 发生了这个事情之后 宋江那是危在旦夕 以朝盖为首的梁山好汉 还有青丰山 以及江州的一群兄弟 这三路人马 不约而同的 同时出现在了法场之上 把已经在鬼门关外 晃悠的这个宋江 就救了下来 被救的宋江啊 也是气性很大 他一想到黄文炳 就觉得胸中的这腔气氛 难以平定 不甘心 于是就请求这些兄弟 一定要捉住这个黄文炳 碎尸万段 为我报仇血恨 于是这帮人士二进江州 打闹了江州城 杀死了黄文炳 这件事情这么一发生啊 宋江是再也没有机会 回到运城 继续当他的小利了 他于是带着新收复来的 一大群兄弟 跟着朝盖 来到了八百里水破凉山 从此之后 运城县就少了一个刀笔精通的小利 梁山坡上就多了一条呼风唤雨的大则龙蛇 因为在寻仰江边提了一首反诗 宋江的人生由此发生了巨变 在此之前 他宁愿被流放江州 也不愿上梁山 然而经过大闹江州城 并杀死黄文炳之后 宋江的身上背了两条人命 他除了上梁山 别无选择 那么宋江从一个官府小利 到上梁山成为官府的敌人 究竟是什么原因 促使他的人生发生巨变 出现这种结果 只是宋江一个人的偶然 还是当时政治制度导致的必然 宋江刚一露面之初啊 《水浒传》就对他有一个 简短而全面的评价 说他平生之后 结识江湖上好汉 但有人来投问他的 若高若低 无有不纳 便留在庄上管骨 终日追陪并无厌倦 人要起身尽力资助 端得是灰金似土 人问他求前务 一不推脱 且好做方便 每每排难解分 只是周全人性命 因此山东河北文明 都称他做吉时雨 却把他比做天上下的吉时雨一般 能救万物 这段话用咱们今天都熟悉的话来说啊 就是他的身份是县委办公室的秘书 科技干部 业务水平很高 他最大的特点是慷慨好事 碰到谁有危难之事 他都很慷慨解囊 他在县里的口碑是非常非常的好 那上上下下都对他非常友好 还给他送了一个吉时雨的绰号 咱们要按照书里边这通评价 那宋江简直就是宋代的模范公务员 最美运成人啊 但实际上认真解读这一段介绍 我们就可以发现 宋江的问题还真是不少 首先 宋江的经济来源恐怕就很有问题 为什么他会有吉时雨这个绰号呢 主要就是他助人为乐 挥金四图 所以咱们这个吉时雨说的通俗点 其实就是吉时银子 慷慨当然是好品质了 关键是什么 这大把大把的银子是从哪来的 从书中的交代来看 至少有相当的一部分 是来自于收缩者 比如说朝盖在到达梁山之后 就让刘唐给送来了一百两的金子 宋江留下了十两 剩下的让刘唐带回去 但并不是说不要这金子 他说的非常清楚 是放在朝盖那 需要的时候再到朝盖那去取 一百两金子 按照古代的一两大概三十八克来算 折合人民币大概要一百多万 而且这绝不是宋江第一次收贿赂 我们还记得闫波西怎么说宋江的吗 工人见钱 如银子见血 踏实人送金子于你 你去又推了转去的 闫波西是谁 他是宋江的枕边人 两人也曾经如交自欺过 也曾经好过呀 他这样说宋江 应该说是大体不差 再有 他的所谓好作方便也很成问题了 站在法治的立场上 表面是看来所谓义气 但推究他的实际性质 他实际上是对法律的严重践踏 你比如说像私放朝盖 在《水火传》当中啊 这无疑是对宋江且好作方便 每每排难解分 只是周全人性命的一个好例子 但宋江把击捕朝盖的这个信息 透露给了朝盖 正和直治律中大势 而按照法律条文呀 泄露大势 应秘者 缴 这个规定 宋江这个行为啊 已经够得上判处死刑了 而后面导致的后果 更是非常的严重 为了收补朝盖这七个人 朝廷出动多少人 五百军马 这五百军马到世界村 除了和涛氏逃了一条性命 其他的这些人都被杀死 我们说朝盖这七个人的性命 要周全 那么五百军马到世界 要不要周全 被杀死的这几百人当中 一定有宋江平日的相识在里面 我们问 当你宋江看到这些熟人被杀死 你心中会做何感想呢 其实也不仅仅是宋江一个人 我们如果不是站在所谓陆林好汉 而是站在公正的立场上来看 整个水浒世界当中 奉公守法的小力其实并不多 咱们随手举个例子 比如说江州城的两院压劳结局 也就是后来成为江湖上好汉的 那个神行太保戴宗 宋江刚一到江州城的时候 就给其他所有的人 基本上都送了一份厚礼 但是没有给戴宗送 为什么没给戴宗送 不是他吝啬舍不得 是他想和戴宗开个玩笑 而这个玩笑一下就把戴宗 贪赃王法的那个嘴脸是暴露无遗 戴宗来到牢狱 见到宋江劈头遍骂 你这黑矮啥财 依仗谁的誓要 不送常利钱来于我 就让左右来打宋江 当然了这个左右都拿了宋江的钱 都不肯动手 一哄而散 戴宗生气了 大怒就要亲自动手 宋江这个时候就问了 说戒戒 你要打我 我得何罪 戴宗的回答是什么 你这配君是我手里的行货 轻咳嗽便是罪过 宋江道 你便寻我过世 也不到的该死啊 戴宗说什么 说你说不该死 我要结果你也不难 只似打杀一个苍蝇 到后来呢 我们都知道 宋江就把见面的银子送上了 并且说出了自己的姓名 戴宗马上就翻转面皮 不但和宋江称兄道弟 每天如胶似漆地往来 总的来看 在水浒的世界里 奉公守法的小力 是为数极少 绝大多数小力 都把自己掌管的工作 当作一门赚钱的银子 名义上 他们奉的是朝廷的差弃 实际上干的是 破坏朝廷法度的勾当 宋江作为运城县一名鸭司 他仗义输财 处处救人与危难之中 这些都为他在江湖上 赢得了极高的声望 然而作为官府的一介小力 贪污受贿 私通朝廷流寇 他那些被江湖好汉 拍手较好的乐善好施的行为 却是建立在破坏管理制度的基础上的 而更可怕的是纵观当时的社会局势 想宋江这种行为绝非个案 和他一样的小力也大有人在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 造成这种糟糕的局面呢 这种现状又折射出了 当时政治制度的哪些缺陷呢 系列节目法说水浒 河北大学韩田路教授 继续为您讲述 从小力到梁山之主上级 为什么宋代小力的状况这么糟糕 这就要从宋代小力的地位和处境来说起了 在古代的这个政治体重当中啊 官还有力 这是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官员是掌握权力的 小力的负责具体的运作 这些小力很重要 他们是所谓官之爪牙 一日不可悟 一世不能少 所谓地方公事 如凡不肥 借范 催争 互想之类 再再接续其力 但是这样一个在政治体系当中 起着重要作用的群体啊 他们的社会地位是非常卑微的 官员 一般来说 他是由通过科举 或者是靠门音的这些儒者来担任的 他们政治地位很高啊 而且他们还有被升迁提拔的前途和未来 小力呢 他们是从百姓当中来拣选的 或者由自己报名 他们的社会地位很低 一般来说都属于贱民的这个等级 有些虽然可以招良民来充担 但一旦到小力这一行啊 也就由良入贱 不仅本人和他们的子孙 盖也不准冒入世纪 通过科举考试或捐纳做官是不允许的 甚至连家谱都得学明 死后呢 也不得入辞 所以社会上经常是 昌用立足 这四种人相提并论 并且把它目为不足尺数之类 那宋代建国之后 小力没奉务 到了神宗的时候啊 有了一点点微薄的薪水 那么 靠什么来维持生计 主要的来源 就是靠自己办案 做事 赚取中间的利润 换句话说呀 国家既然不肯承担他们的薪资 实际上就等于放任他们去 贪赃王法 一路百姓 不但如此 和一般人相比啊 他们的职业当中还充满了不可知的风险 咱们读过《水浒传》的人啊 其实都有这样一个印象 宋江早早的就让父亲告了他忤逆 把自己的姓名从家谱当中除了去 另外就是在家里挖了个地窖 随时准备在其中躲避灾难 对于宋江的这个行为啊 水浒当中是有一个解释的 原来顾宋氏 为官容易 做利罪难 那是做压死的 但犯罪则 轻则赐配远恶军州 众则查抄家产 结果了残生性命 以此预先安排了这般去处躲身 悠孔连累父母 叫爹娘告了武艺 出了急策 各居令户 宋氏多有这般算的 一个其实很明显的 对于这个解释的说明 就是这个小丽何涛啊 他勤于直手 没犯任何过失 没招谁 没惹谁 就因为这个县令急于破案 无缘无故的就在他的脸上 刺下了迭配某某州的字样 并且当堂发话 说你如果不能在规定的期限内 把这个案子给我破了 就要治你的罪 所以啊 咱们看 宋代的虚利 在国家政治当中 发挥的作用是越来越大 但是他们的社会地位 处境却越来越背景 这就导致了整个的 这个小列阶层 和朝廷的离心离德 宋江就是这样一个 非常明显的例子 他最终走向和朝廷 对抗的刀子 虽然有一些偶然因素 但制度的缺陷 才是这一类人生存的土壤 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虽然宋江的江湖声望很高 对于江湖好汉 有很大的号召力和感染力 但是梁山也是能人意识 卧虎藏龙之地 梁山事业发展得轰轰烈烈 但是宋江却选择接受朝安 这背后究竟是何缘由 下期为您讲述 从小丽到梁山之主 下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可以做一些事情